馬來西亞 大家晚上好 非常好 你們是說什麼 Are you good tonight 是不是 好 沒關係好了 我英文不太好 大家體諒一下 廣東話也不太好 不夠會講個 內吼啊 好 那這個非常開心 今天可以來到馬來西亞 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成功故事 我今年28歲 經營如新七年的時間 哇的意思是看起來30幾 是不是 沒關係 等Youth Band出來 我就停留在這邊 10歲還是長這樣子 OK 一定的 那 我覺得今天會在這邊 真的是一個緣分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想過 我今天28歲會站在馬來西亞 還有昨天在新加坡 然後去分享我的成功故事 因為我們如果從小到大 在寫詩院的時候 通常不會寫我長大 當Youth Band的南州環境中 通常寫總統啊 歌星啊 立委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通常不會寫 因為Youth Band它並不在我們以前的一些 父母學校教育的觀念之中 它通常是 現在突然 欸 你有個朋友在做 或者是經過樓下 就被吸引上來 因為來看帥哥嘛 沒有 就是 因緣的機會來到這邊 各位 我在七年前的時候 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大學生 我家 我爸是一個平凡的公務員 我爸因為 我爸是一個平凡公務員 我媽很早就退休了 所以說我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 我在台灣電影大學 也不是第一名最好的學校 可是 我在七年前那個時候 在一個偶然的巧合之下 我在路上碰到了 newskin的推薦人 他跟我講了三句話 只花了三十分鐘 我就做newskin到現在 你想知道哪三句話啦 第一句話就是 很有禮貌的 同學 你有沒有控 我說有 怎麼了 他第二句話就說 你皮膚蠻差的 你想不想免費學保養 差 那時候差不多 比這個還差一點 第三句話就說 欸 我們辦公室在旁邊 你要不要來體驗一下 我那時候剛好沒事 我就過去了 體驗了半個小時 也順便了解路心這個事業之後 我就決定要經營newskin 直到今天 一刻都沒停過 所以有時候 成功是一種衝動 就像你今天 本來要去約會 結果來了這邊 因為約的女生沒空啊 不是 今天來到這邊 真的是一個巧合 我覺得等一下我花了時間 你可以從我的觀點去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 我會經營這個事業 甚至是newskin到底帶給我什麼 怎麼樣的改變 因為我其實以前 不是一個很敢上台講話 甚至是很條件 很適合經營入心的人 你看我 比以前的皮膚都知道 一看起來就像是 比較 做 不好的事 沒有了 很像拍那個電影 拍流氓的角色 關於我以前是一個 不太敢上台講話 跟不太有很好口才的人 可是事實上呢 在這環境的熏陶之下 人是會改變的 同意嗎 藉由練習 你可以拿到完美同意嗎 所以我常持續使用newskin的產品 皮膚就變好了 同意嗎 對 那有人說啊你是不是 這個下課太閒 念的學校不太好 所以碰到newskin就來做了呢 各位其實不是 我在以前算是一個 蠻充實的一個年輕人 怎麼說充實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自己在網路上做 類似eBay台灣叫奇謀拍賣的 一個生意 這個生意 我是做什麼的 我專門做男性的二手的名牌包包 做LV啊 做Gucci啊 做Prada這種包包 那如果你以前有念過書 或你以前年輕過的時候 你一定是有打過工 或是賺過一些零用錢的經驗 統一碼 我不知道在你這邊 是不是很多人會去飲料 店舖飲料 去發爆米花 沒有發爆米花 發面子 去電影院賣爆米花 可能一個小時 十塊碼幣 然後一個月可能賺個 一百塊碼幣 一千塊碼幣 這種感覺 我大部分的同學 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 他們選擇 用勞力換取金錢 尤其是我剛剛說的這種方式 比較厲害一點 有去家教 一個小時四十塊碼幣 就是四百塊來幣左右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一個月大概賺一千塊左右 已經算最多了 同意嗎 但是賺一千塊左右 已經算不錯了 可是我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我做這個生意的時候 我一個月可以賺三千到五千 各位 因為我不是用勞力 再換取消費 同意吧 我賣一個包包平均的 一個包包大概是五百塊左右 有的到八百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同時擁有很多的包包 可是如果你用勞力換取工作的話 也不可能有十雙手 同意吧 所以我在那時候做這個生意 我有賺到錢 而且我發現 原來用資產創造收入 原來創業是可以有錢 又有時間的 各位 我在很年輕就學到了這個理論 可是事實上 用資產創造收入 在現在這個社會 我即便在馬來西亞或在台灣 容易嗎 不容易對吧 你說我可以擁有二十套房子 收租金 前提是二十套房子 要沒貸款 同意吧 所以 各位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用資產創造收入 在現在社會是非常困難的 可是我在經營這個網派生意的時候 我就覺得 如果我用勞力就有收入 以我的學歷 以我的條件 我在台灣的職場上 我這輩子一定買不起房子 我這輩子一定沒辦法過一個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我後來去做很多事情 包括我去增進我的口才 我在二十歲這一年 我去參加卡尼基的訓練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這樣子的訓練 就是去做人機關係溝通培養 我以前他這個訓練有兩種 第一種口才不太好 第二種口才特別好 我是屬於口才不太好的那一種 所以我去上了這個訓練 我在那時候 在校內外也參加很多創業競賽 那時候我上台灣 就是商業週刊 類似商業週刊 我看雜誌我在中間 看到我身上參加一個 很有名的創業競賽 焦點的呢 都是台灣頂頂有名的企業家 像是最下面那位 是BenQ那個時候董事長 李坤耀先生 各位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真正的創業 其實沒有這麼容易對吧 尤其一個國家經濟型態 發生到一定的程度 現在的創業跟二十年成的遊戲規則 資本風險一定是不一樣的 同意吧 所以我參加了這創業競賽 我們寫的那個Posal非常不錯 我們是請台灣真正的創投 去評估我們的案子 甚至我們真的有一些 台灣年輕的創業公司 是從這個計劃出來的 所以這在台灣是非常大的創業競賽 可是請問各位年輕人 或請問為人父母的 如果今天要你的兒子 或是你自己參加這個創業競賽 經過你真的很不錯 你回去跟你媽說 媽 我老實說我可以 可是她我借三百萬嗎 你可以把房子再拿去帶一次還嗎 我說你瘋了我才剛繳完 你還好再拿一次還 你要幫我還是不是 你不可能拿你父母的 下半輩子去賭對吧 你不可能拿 辛辛苦工作一輩子家人的 下半輩子生活去賭對吧 所以多數的人有創業的想法 有這個idea 可是他們不願意抱這個風險 所以他們繼續上班 這是台灣的現象 可是大家都知道 上班打工 沒辦法得到一個他小孩的生活 有人說沒有 我只想一個安穩的生活而已 我曾經聽過我一個同學跟我這樣講 我說安穩這兩個字 是個陷阱 怎麼說呢 它是一個奢侈的想法 今天在台灣的社會 你們可以互相比對一下 你如果只要住一個 大概30 20坪 就60坪米左右的房子 在台北大概要100萬 你又住一個60坪米左右的房子 每個月給父母兩千塊的生活費 他以前一個月都不止一個兩千 一年出國一次 這輩子都開國產的車子 生兩個小孩 你知道上述的這些金額 要花你七百多萬馬幣 就是七千多萬台幣 這就是所謂安穩的生活 各位你覺得是有可能 一個上班族做得到嗎 絕對做不到對吧 因為台灣平均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薪資 大概也是兩千六百塊馬幣左右 兩千六百塊馬幣左右 我同學畢業出去 現在我沒有聽超過四千塊馬幣 一個對不對 所以其實選擇 在現在這個社會就非常的重要 選擇什麼 選擇工具 選擇平台 選擇對的聲音 選擇對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oh yes 重點是選擇對的觀念 各位 你現在所做的事情 是因為你的思維 決定你的行為 最後有得到你這個結果同意吧 我們在台灣這個叫觀念 你所想的 不會決定你所做的 最後得到你要的結果 所以各位 如果你依循的是二十年前 你父母教育你的觀念 老師教育你的觀念 那個時代適用 不代表現在適用 同意吧 同意吧 在台灣 我們以台北為經濟指標 台北 你可能是我父母 那個年紀左右的 如果你在台灣的台北市 你認真工作 我不管你有個學歷 不管你會不會 也會不會 就算你是一個 藍領階級 開出租車的 開公社的 搬磚頭的 甚至是你是個大學畢業生 在公司上班 不當公務員 我不管你做任何的職業 你只要沒有不良的嗜好 你只要穩穩定定的工作 你都能在台北 租一個家庭 買房買車 沒代表 可是時至今日 你用相同的做法 即便你是第一名 你馬來西亞人 有去 年輕人有去台灣年大學 即便你是第一名學府畢業的 即便你經過兩國 三國語言 不好意思 你在台北市都不可能 用工作得到20年前 相同的結果 所以你必須要改變你的觀念 同意吧 因為你現在所做的 無法得到相同的結果 已經不適應你 你就要改變你的觀念 所以各位 我常在台灣講這一句話 newskin絕對是未來 年輕人創業的首選 絕對是未來 許多業務轉型的首選 許多傳統產業轉型的首選 為什麼 也許我講這個觀念你不認同 可是你要知道 趨勢是什麼事 就是不管你認不認同 他都會發生的事 叫趨勢 所以這兩個字 是不能亂講的 可以嗎 各位 觀念非常的重要 這三個品牌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七八年前你都沒在用 甚至剛初出現你不屑用 你覺得拿我手機不能換電池的 每次上課 有插頭的位置 都要跟我搶 因為他一下就沒電 對不對 記不記得 你會覺得很奇怪 以前我用毅力信 都帶三顆電池 既然你出一個不能換電池的 而且一支要兩三千塊馬屁 以前我們三四百有好用 對吧 各位 你以前覺得 你同學花兩三千馬屁買手機 是奢侈 浪費 敗家 有人包養 這類的 你那時候覺得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同理吧 時至今日 大家都花兩三千塊馬屁 去買一支手機 對吧 他當初有遵循你的從意 才告訴你 做這件事沒有 你是被強迫接受的 明白嗎 所以記住 創造思維 創造觀念的人 永遠可以創造財富 我能給你一個觀念 你接受的 我就能創造財富 你們可以理解我說的意思嗎 創造觀念的人 永遠可以創造財富 即便當初你不認同 不代表它不會發生 有時候它就是 對的事情 它必然會發生 同意嗎 各位 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 有時候是很有趣的 要嘛 你創造別人觀念 你可以創造財富 要嘛一等著 被人家創造觀念 被賺走財富 同意吧 這就是一個 一直你來我往的一個社會 觀念一直變來變去 一下買房變炒股票 一下炒股票變買 不知道你們這裡有買白銀 台灣有在流行買白銀的 一下買白銀 變成買奇怪的東西 不管怎麼樣 它就一直變來變去 永遠創造觀念的人 可以創造財富 好 最近這幾個字 體驗是行銷 是不是 常常在各位的生活的時候出現 我們就舉 剛剛智慧型手機的例子 七八年前 你買手機 它都能給你假的 有沒有 在買之前給你假 看模型機 同意吧 然後你付了錢 它才能給你回去真的 你覺得很奇怪 難道你泡我跑掉嗎 其實不是 廠商的用意很簡單 因為 你不分品牌 每一次都差不多 你都會用 所以根本沒必要讓你體驗 那都是成本 同意吧 可是後來到了 市民手機的階段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不體驗你都不會 他拿一個 黑黑的方塊給你 你是不是可能會買 所以你發現 現在所有的電信 Apple Store 全部都不改體驗式行銷 因為 創造觀念 要靠體驗式行銷 考慮 這是最快的方式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newskin 它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用體驗式行銷 創造消費者性的觀念 我們告訴你 臉要變小 不用去打 什麼肉毒感去 不用去打雷射 不用去打破尿酸 用我們的髮型跟背盤 插上去就可以 馬上 就是變不變小 你說你不信 沒關係 來體驗 就好像我十年前跟你說 欸 等一下有個照片 我這樣子才會變大 這樣子就變小 這樣子就出去 你會覺得我產生病 對不對 可是如果把這東西拿給你 你會發現 這就是真的 所以體驗式行銷 如果你是變人 用體驗式行銷 在創業的 他通常是在做一個很大的生意 而newskin 就是採用體驗式行銷 同意嗎 所以我們也是在創造 許多消費的其他的觀念 所以 很多人現在都想創業 在台灣也是 各個市場 即便在新加坡 連前都喊的都是創業 即便在大陸的90後 大家都想創業 可是各位 創業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 雖然資金是一個很大的需求 可是有資金的前提是什麼 你一定要確定 你要做哪個市場同意吧 沒有市場的生意 是沒有意義的 我先跟你說 欸 我們來做一個生意 這個東西 我先不跟你講 兩千塊 公司只要兩塊 剩下分給你 要貨再跟我交 隨便 你要幾台 我給你幾台 我保證市場上只有我在賣 所以我跟你講 我在賣 BB Call 傳屋機 你要做這個生意嗎 分再多錢 你都不會去花時間做這個 沒有市場生意 同意嗎 所以你知道 這六個字 一定要牢牢記住 創業最重要的 就是市場 市場是理解的前提 沒有市場 任何產品都沒有 你說我這個 BB Call是防水的 還能刻你的名字 又怎麼樣 這產品再特別 沒有市場 就沒有意義 同意 你說我兩千塊 我只算 公司只算兩塊 你制度分紅再好 也沒有意義 同意吧 重要的是市場 沒有市場生意 你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記住 以後如果有人跟你說 我這邊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什麼機會 他說先別跟我說 我先跟你講 我上個月 加上就賺了十萬 兩萬馬票 你會覺得 哇這個人 以前 人緣不怎麼好 也沒特別帥 口才也沒那麼好 他竟然一堆推斷 然後握去 搞不好賺到十萬 各位你理解 如果很多人是從 他賺了多少錢 來跟你談的 他從制度分紅跟你談的 通常 他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的生意 才會用金錢 去蠱惑你的心情 人 再碰到錢 智商歸零 同意吧 幾近於零 沒有到歸零 台灣最近大樂透 對到已經到了 快三個億的馬幣的獎金了 早上幾個月沒有人中 現在台灣都不是瘋了 每個人都說幾支 幾支 去買 如果那個 你也買了一張 今天晚上開 現在拿著手機看 對不對 對了 前面五號碼都中 都中了 所以我給我買了48 結果你密到一個4 你看到一個4 還剩 就想說完了 百萬之十的機會 我就要離開這邊 喔喔喔喔 你這時候應該已經在抖 你馬上已經很激動 打開發現 不是吧 你就做了一場夢 可以吧 剛剛的你 是不是有點像智商櫃林的樣子 各位你理解嗎 我想講的意思是什麼 真正有市場的生意 真正有市場的實驗 它才是最有利益的 你說這三個條件有多重要 它必須同時成立 這個實驗才跟你有關 社會型手機市場大不大 大家一秒給我換一次啊 蘋果三星 HTC 小米都在做 可惜它沒有一個全球公里代理制度 就算有你也做不起 同意吧 所以這個實驗跟你有關 所以你要理解 很多很大的市場 也有不錯的產品 可是它沒有一個提供你代理的制度 這個實驗這輩子 你只能當消費者 所以記住這六個字 永遠從市場去評估一個生意 有市場 產品才有意義 有制度 市場跟你有關 明白嗎 所以你看 貪根懶食人性的弱點 不要從制度去誘惑的人來經營 甚至是 不要讓別人從制度可以誘惑到你 你就知道 因為別人說我做什麼不重要 先告訴我你做什麼市場 你怎麼做這個市場 所以我再跟我談判喔 同意吧 這才是一個合理的商業模式 所以你看台灣 百分之六十的畢業生想創業 可是百分之九十的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想創業 而忘了評估市場 台灣人說我上班上受不了了 去跟家裡借個三十萬馬幣 馬上出來開一家店 對 他們是在創業沒錯 可是他們做的都是過度競爭 跟飽和的市場 開個咖啡廳 郭台銘有說嗎 先去台灣人的夢想 都上開咖啡廳 郭台銘知道是誰嗎 各位你要理解 大多數人在創業的時候 都只為了創業而創業 而忘了去領悟市場 長久性 所以呢 自然這個生意 他們一定會死 所以今天我們跟大家談談 news team 我眼中發現了四個市場 這四個很大的市場呢 都出現在你生活的周遭 只是你沒有注意到 而且你身邊的人已經有需求 他正在找品牌 而且你能夠做這個生意 大家想聽哪四個市場嗎 第一個 news team開始拍電影 不是 是現在 是不是 男生 有在做型男養成計劃 對吧 對 什麼叫型男養成計劃呢 看我就好 啊不是 基本上 要乾淨 同意吧 對 皮膚至少不要都是痘痘 對吧 對 現在男生用保養品還會很奇怪 對 對嘛 你們這裡有GQ嗎 還是你們不叫GQ 男性的時尚雜誌 有嗎 那你去看男性的時尚雜誌 這裡面一定有四個元素 第一個 車子 第二個 衣服 第三個 性感的女人 第四個 保養品 同意吧 現在保養品被定義為 男生型男的指標 可是十幾年前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我的活動同學 中午休息時間 我在那邊敷面膜 我 我應該就沒朋友 對吧 觀念確實已經變了 隨著日本韓國文化的流行 現在男生用保養品 一點都不奇怪 同意吧 你們身邊的男生 都在用保養品 偷用女朋友的不算 沒有吧 他們根本不知道用什麼 他們有消費力 絕對有 同意吧 他們該用什麼 不知道 他們想要用什麼 不會用 他們有沒有錢買 有錢買 這一群潛在的消費者 都在等人家去創造他的觀念 同意嗎 各位 這個人是誰 當初 有消費力的潛在虛 潛在消費者 對吧 我有錢啊 我賣包包我賺錢啊 我有消費力 可是為什麼 我不會買 各位你要理解喔 市場它被創造的時候 它並不是你想像中的核幣 比如說 你覺得現在的男生 會下課沒事 下班沒事 就約去百貨公司專櫃一樓 調保電話 走 我們今天十 借齊一點 SK路線 不可能 同意吧 現在的男生大概能接受的 是自己在家裡用 各位我教你做這個市場 真的很簡單 今天我們會看廣告 而去買 東西了嗎 已經漸漸不會了對吧 我們只會知道 哇 七點最貴的電視台 收視率最高電視台 不是廣告 這個廣告有夠貴 我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不看代言 我們看評價 同意吧 我們不是代言這一套 你真的會相信台灣 我們有個廣告摩托 蔡依林代言 你覺得蔡依林下班會騎摩托嗎 怎麼可能啊 所以你還相信他也不相信 同意吧 那怎麼做這個聲音呢 有專心聽的朋友 我的介紹人跟我講三句話 第一句問我如何哭 第二句問我 你想不想免費學保養 對吧 我把它解讀成我剛剛講的是什麼意思 他在創造我 也正確幫我的觀念 同意吧 他怎麼創造 體驗是洗澡的創造 他教完我用完 說真的 我想把皮膚變好 我就會找他買 我只不肯拿去SK2買 同意吧 所以你要理解 他用了這個簡單的創造觀念 加體驗是洗澡 就讓我這輩子一定用 就是一個產品 因為我用有效的 同意吧 所以我複製了這型的兩層 在我年輕的時候開始做 我幫助了我的夥伴 這個是一個念Fashion Design 只是皮膚不怎麼Fashion 的一個男生 他在 我用時間很教完他之後 他是把皮膚變好他找誰 一定找我 同意吧 因為NuSK3的產品 這麼好用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 算式上主任 今年也是挑戰 四星南州 他才25歲 這是我的國中同學 他就是看起來不舒服 講話也不太舒服 開玩笑 反正他也不在這邊 我在全台灣大大小小的場合 都一定要 講他一下 不要說我國中最好的朋友 他在台灣是非常好的中山大學 基管CPL 在法國留學回來後要創業 可是呢 一樣 他是為了創業而創業 要去開餐飲連鎖 我跟他分析了事情之後 再加上NuSK3的產品在身上的改變 他最後沒有去開餐飲連鎖 跟我基於NuSK3 他現在長這個樣子 各位 臉上有痘痘就算了 如果臉上有痘痘 還一百多公斤 這還是哪 一百一十公斤 各位 他就說 存款只有五千馬力 他說 我根據買來這套PRA 我就沒錢了 我說 你不是買產品 你是買一個 新的人生 各位 他後來 這一直都一直在八十公斤 現在 再用TR910 去練他的六塊肌 而他現在 也是我們的 綠寶石機組隊 各位 你理解嗎 所以你說 行男子的計畫 是不是市場很大 無論是 事業 行男嘛 一個行男子 不會做辦公室呢 一個行男 一定要有個事業嘛 對不對 你理解嗎 我們身邊前男性 是不是 要用保護照用什麼 要瘦身不知道吃什麼 要健身 不知道用什麼 這些你們應該看過很多 整天去健身房 一點肌肉都沒有 因為他沒有用對產品 沒有做對飲食習慣 同一把 所以你要理解 這些 是不是我們身邊的人 所潛在需求的市場 是嗎 這都是我們團隊 各位你要理解 不一定 美的都那麼猛 唯一有穿衣服就是我 欸 你身上美 各位 各位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這是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市場 身邊的男性 同一把 保養品 瘦身健身 和創業需求的市場 他們都有 而他們不知道那個事 第二個是什麼 整合醫學美容市場 你們這裡女生去醫美 頻率高嗎 應該不高 可是有聽過吧 對於醫學美容那種打雷射啊 你們都會覺得很貴啊 有風險 是侵入式的 要動刀的 有復原期對吧 再加上這件資訊透明 大家知道 其實那些 就是侵入式的背後 藏著是很大的醫療風險 所以你看 這台灣的一些 醫療就 台灣的媒體是非常發達的 你幾乎講什麼 要罵死你其實幾乎都是可憐的 當然他也公布了很多 你看 如果今天 各位女生們 大部分人 想變美變美的觀念 還是停留在以北診所 打個針啊 動個刀 對不對 可是沒有什麼人去問什麼 因為他太貴的人才有風險 所以你要知道 現在的消費者 他們其實對於自己 有風險 變美這件事情 是很恐懼的 你看 在台灣也是一樣 有任何問題 永遠都是賠錢就沒事 他要繼續營業 所以他的消費者是很恐懼的 女性的消費者很恐懼 恐懼什麼 第一個 價格啊 第二個風險 我有機會臉變小 可是我不會有機會死掉 那我幹嘛臉變小 就大家也能夠拿給我 這是事實 我雖然肥胖胖的 可是我受到肢可能 有問題 身體會有狀況 因為侵入室 不可能百分之百沒有風險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消費者很恐懼 所以在台灣的女生的 消費者情況是怎樣 多數的人想去不敢去 因為貴的風險 最終沒去 意思是這些人 都在找一個新的觀念 有沒有安全 非侵入式的方法 可以達到太大的效果 所以你看 這些 我相信你們看過很多 是不是 你許多不想追求的效果 這些都是 A-DROF系列所做出來的 是不是 好像去動了很多刀 事實上 他只用了我們的幻星跟被毯 是不是 他感覺 好像去做了很多 我們雷射激光 沒有 他也只用我們幻星跟被毯 這個也是一樣 感覺 他要把臉面小狀花很多錢 沒有 就是簡簡單單的 幻星跟被毯的SPA集 就能做到 所以你要理解 這個市場其實是很大的 如果你身邊的女性們 她們在於瘦身 雕塑 消水腫 甚至各個 有關於侵入式的東西 都用HR系列取代的話 各位 你知道這事情有多大嗎 你身邊的女生 想小臉子 想到呢 想瘦身子 想到呢 想消水腫想到呢 這個市場的定位很明確的話 這個生意是不是非常好做 各位你可以理解 這是我排名 這是我的一個客戶 所以HR這個 科技所衍生的產品 能夠給這些女性們 一個全新的觀念 就是 非侵入式 也能達到 超越醫學美容的效率 你明白嗎 她如果不相信 妳就約她來體驗 她就信任 同意嗎 所以你要知道 這個生意 其實是非常大 只是你會覺得 這產品很好啊 我要用在哪邊呢 我今天就告訴你 你身邊的女生 有沒有一天到晚覺得 自己臉這邊大啊 臉就很瘦 這邊腿肉肉肉肉 多很多啊 什麼 她們追求完美 你最適合HR 對吧 好 第三個是什麼 這個我相信你們做得很好 減肥市場 瘦身市場的領導品牌 各位 要理解一件事情 瘦身市場 一直沒有領導品牌存在 出去問十個人 十個人不知道吃什麼 為什麼 因為多數瘦身產品 藥碼就不符合人性 整天叫你吃蘋果 吃檸檬 自己吃吃看 不然就是 對不對 一個什麼喝飽飽的 早上叫你喝一杯 出去上班 火氣都很大 因為沒吃澱粉對不對 那一定會跟同事吵架 我的意思是說 那些藥碼就是藥物 副作用 藥碼就是很激進的 侵入式的東西 藥碼就是不符合人性的 所以說這市場 一直沒有領導品牌的原因 副品師的領導品牌 必須要為多數消費者 能夠接受 同意嗎 要要安全 價錢要合理 重點是要有效 而且不能影響他正常的生活 所以你要看好 全世界體重管理的市場 有高達6700億美金 是智慧副品師的三倍 副品師也有講 全世界的瘦身市場 都在增長 而如新是最好分發的管道衛星 各位你們都清楚 瘦身不是一朝一夕 胖子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瘦身這個市場 不是買東西回去吃就會瘦 同意嗎 它是要長期服務跟進 它是需要改變它的觀念 這個最適合 如新的代理商去做這件事情 同意吧 因為我們會長期的規劃 長期的跟進 長期的讓你 確定你有效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希望我們TR90 一定 要成為瘦身市場的領導品牌 對嗎 各位你要理解 TR90是真正正常飲食 符合人性 養成 規律的小些許的運動 就能達到的效果 重點它一定有效 我相信我們剛剛看過很多的見證 所以你要理解 它是未來十年 絕對最紅的收成產品 而且最有效 所以一去十年之後 在我們的努力之下 新馬 東南亞跟台灣 一起努力 以後全世界都會說 受傷吃什麼 人家說要吃那個什麼TR90啊 那我們就成功 這要靠我們一起努力好嗎 所以你看 我們大中華學總裁 這些都是我的夥伴 每個人以前都穿襯衫 現在去公眾室要穿T恤 要一直拉 真的 我也是穿一個襯衫 你又死字的 好好好 開玩笑 這些都是我們的夥伴 在台灣 受變狀的也有 很多追求完美的女性也有 而且不會受到不該受的地方 懂你嗎 因為你有正常吃蛋白質 是不會受到不該受的地方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很多人在意的點 女性的TR90 全部都幫你想清楚 像這是一個 你們已經有看大學生了沒嗎 她叫娃娃 是一個小孩子的媽 然後她肚子一直是上肚的樣子 她是我的高中肚子 她是我的高中肚子 她以前在台灣最貴的 台北市東區的地段 開了兩家服飾店賣韓國的衣服 2013年我剛台灣如新之後 她那時候就預購買了TI90開 身材又回到年輕辣媽的樣子 她一把兩家店收掉跟我提 newskin 現在她也是我們的紅包市區主任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她主信店開了四年 一年比一年辛苦 她不能相信員工的眼光 她應該先進去挑 同意嗎 後一百六公斤她一個人去搬回來 整條街都在蘋果 她利潤一直上降 她再租下去 租金會這樣嗎 不會 同意嗎 所以她是一個市場越來越跑的聲音 她盡早收掉 所以要理解 其實真的很多人都在找 受勝的紅包 受勝市場的領導品牌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市場 同意嗎 再來是什麼 看摔倒市場的領導品牌 各位現在有錢人 不用說一定不是年輕人 因為錢都是在五六十歲的那群人手上 對吧 全世界財富軌跡 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大部分都是被錢 都是掌握在他們手上 這一群人現在 最在意什麼 跑車嗎 豪宅嗎 第五十 他們在意的是 晚年的健康